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的事件 震驚了全球 在日本也掀起了討論 尤其是針對這些首相啊 等等重要的人物 他們的危安 到底是不是出了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來還原當時的情形 其實安倍晉三他在街頭 在宣長的時候 其實他的周邊是有一名特勤 以及三名陷阱在的 但是這個凶嫌就混在人群當中 而凶嫌他開了第一槍之後 這個時候這四個人 他的視線都沒有直接看到凶嫌 而其中的三名陷阱更是無法動彈 其中在特勤的部分 他是有想要開防彈包的 但是沒有奏效 那這時候凶嫌又開了第二槍 注意到了這時候的時間 已經是相隔了2.7秒了 擊中安倍 所以大家也在討論 這個反應是不是真的太慢了呢 那當然現在有些評論就認為 陷阱在事前的研修上 可能還有一些能力的落差 另外是在特勤的部分 也沒有真的互助 他們所應該保護的對象 日本警察聽也說 確實可能有些要檢討的部分 日後他們也會調查 將會確認當時這四個人 他們的角色到底是如何 來分配分擔這些工作呢 以及各自在事發經過 到底這個時候 他們在做什麼 而預計在8月份的時候 就會公佈結果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